一个故事一部童话,欢迎收看童话故事会 万圣节是每年西方国家的传统节日 这一夜是一年中人们认为会闹鬼的一夜 所以也叫鬼节 现小编就给大家带来一个万圣节小孩 要糖吃时发生的闹剧 万圣节一晚,男孩乐乐和小朋友们一起去挨家挨户的要糖果 可是由于乐乐各自矮 临到她的时候总是只剩下最后一个糖果 小朋友们相近离开 乐乐在追逐她们的过程中不小心跌倒了 糖果也散了遗地 在乐乐趴下去捡糖果的时候 突然看到前面的胡同里有一个小女孩 乐乐看到女孩的南瓜罐子里什么都没有 于是想要分给她一颗糖果 可是当把糖果给女孩的时候 女孩转过头 乐乐才发现这是个僵尸女孩 小僵尸转过头就把乐乐带到了僵尸和小鬼的世界里 这里布满了各种让人感到惊悚的场景 小僵尸拥抱着乐乐一起偏偏起舞 来了一个地狱版的蹦迪 在这里小僵尸可以给乐乐变换出无穷无尽的精索魔术 无论是可怕的人底眼球还是无穷无尽的阶梯 都让乐乐十分惊奇又害怕 经过一场刺激的僵尸派对以后 乐乐回到了现实世界中 看着自己对面的小僵尸 乐乐依然感到十分害怕 可此时的小僵尸却翘一笑给了乐乐一个甜蜜的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虽然他没有追上其他的小伙伴 可乐乐的善良可爱 让他度过了一个有惊无险十分刺激的万圣节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即便这世上真的有鬼 也许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拥有有趣的灵魂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 关注留言并加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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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